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Jillianseven 她被期遵觸婚進去書籾款著床 早期的病徵何 successfully可底 dramas 早期的症狀三島 早期通過檢查 Rebel werdenbeginal 可能都需要幾天的時間觀察 抽血檢查和照超聲波才能夠確定到是公外人 因為輸卵管本身是一個很幼的組織 所以他們不可能繼續承受一個胚胎發育的生長 如果你真的公外人的時候不做手術 可能公外人就會爆破 就會大量出血 嚴重的時候可能慢慢的性命都會失去 所以我通常都會建議他們盡快去做手術 當然現在也有一些藥物的治療 是適合早期公外人的護律去用這些治療的辦法 主要公外人的治療方法大概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做手術 做手術都可以分成兩種做法 如果公外人是一個輸卵管的時候 可以選擇撤除那條輸卵管 第二就是可以把輸卵管割開 把裡面的胎兒的組織拿出來 這兩個手術的方法各有各有好處 如果你選擇把輸卵管切除 那就不會再有殘餘的胎兒的組織在身體裡面 就是說治療基本上已經完成了 如果你割開輸卵管 把胎兒的組織拿出來 有時候可能會未必拿得乾淨 可能後期要有不停的抽血觀察 亦都可能需要用一些輸助性的藥物 有很多人都問 如果撤了輸卵管 將來會不會再懷孕呢 因為他們有另一邊輸卵管 仍然可以有機會懷孕 另外有一些早期的公外人 亦都適合用一些藥物的治療 但是這個要比較早期和比較長時間 而藥物本身其實原本是一個抗癌的藥物 那些抗癌的藥物就會在你的身體裡面 將胎兒的組織慢慢整死 變成了一定的藥物上的副作用 其實如果有過一次公外孕 下次懷孕再是公外孕的機會 大概10%左右 但是大家要明白 因為人有兩條輸卵管 如果你之前做手術是撤除了一條的話 就是說你另外一條輸卵管 仍然是有機會出現公外孕的情況 所以就有大概10%的復發率 如果你上次選擇 是割開了輸卵管 將胎兒組織拿出來 而保留了上次公外孕的輸卵管 是有機會在同一條輸卵管 再次發生公外孕的情況 通常現在醫生會建議 如果你沒有公外孕的輸卵管 看來是正常的話 有公外孕的一條通常都會建議把它撤除 避免在同一條輸卵管再次發生公外孕 有很多時候公外孕為何會發生 即是說杯胎為何沒有能力 在輸卵管游到子宮上著藏 而迫於無奈在輸卵管上著藏 其實是因為輸卵管以前曾經破壞過的 輸卵管破壞的原因 其實大部分是因為一些發炎發生 即是說可能女士以前曾經有過一些盤腔炎 盤腔炎其實未必有症狀的 很多時候那些細菌在陰道通過公頸 游到子宮再游到輸卵管的時候 就把輸卵管的組織破壞了 而令到輸卵管沒有辦法正常運作 將杯胎送到子宮那裏 預防公外孕的方法 就是盡量避免自己有盤腔炎這個問題 其實很多類似有盤腔炎 自己其實未必知道的 因為輕微的盤腔炎 其實類似未必一定有症狀 很多時候都是有問題的時候才發生 那盤腔炎除了可以引起公外孕 還會引起不孕 即是說其實可能令輸卵管堵塞 令到以後自然受孕的機會是接近零的 如果你兩邊都堵塞了的話 所以最重要就是要避免 輸卵管受到這個發炎的影響 正確和安全性行為 是有幫助女士去避免 他們自己的輸卵管受到破壞的 Find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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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